台積電法說會雖然找出亮眼成績單 一度讓台積電ADR囂張百分之零點四 不過隨著美國總統大選不確定因素 拖累整體美股 也讓台股十九號開低走低 大點五百二十九點 收在兩萬兩千八百六十九點 其中權亡台積電 股價更是跌破千元大關 來到九百七十元 而市值一口氣蒸發超過九千億元 市場在反映川普所謂他的口水 很毒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昨天的台積電的法說並不差 那釋出的展望也不錯 但是台積電的盤後盤跟ADR 是呈現一個開高走低的一個情形 顯示說現在在經過今年大半年 這樣子的一個漲勢之後 那在最近開始的進行一些 所謂漲多的修正 川普一句收保護費 讓市場恐慌 經過台積電下跌 卻有不少小資族 趁機進場風搶 盤中跟盤後 合計零股交易 標迫了一千兩百六十萬股 創下史上新高紀錄 心動但是沒辦法行動 買不起啊 富國深山 倒的話台灣就跟著倒了吧 我沒有買台積電 因為那個時候我五百多塊沒買到 我就不買了 我個人不看好下半年的股票 所以我已經全部清掉了 因為我覺得股票漲得太高了 台灣的股民對於台積電本來就是所謂的情有獨鍾 那大盤拉回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進去去做一個抄底或是強短 我覺得無可厚非 短線上或許還沒有看到很明顯的止跌訊號 雖然地緣政治風險 拖累台積電跌出千金股行列 但這家認為基本面不變之下 放長遠來看 市場對護國神山的信心 不會因此被動搖 三宣城市首留富慈台北報導